大家好 欢迎加入九点钟 三立九点新闻 我是黄家伟 新闻期间首先要关心的 虽然现在台湾疫情严重 不过依旧有国际送暖 好 我们的好朋友 美国这一趟加码几乎变成 是捐给台湾疫苗最大推手 来看到主角这三位 美国的联邦参议员 包括了达克沃斯 苏利文以及昆斯 事实上这一趟 他们原本要到新加坡去举行论坛 但是因为一般的新加坡 疫情被取消了 他们改到了南韩 但是硬是要花三个小时 短短的快闪来到台湾 好 最重要大家引发关注的 这一名昆斯 他是拜登的超级好朋友 好多的友台跟台北法案 他们都是提案的共同人 那今天受到关注的是 这一幕非常的经典 历史上第一次美军的 C腰管运输机抵达到了台湾 那这一次更重要 大家非常关注的好消息 捐赠700万计的 这个疫苗要给亚洲国家 但要分配给15个国家 一个国家可能都不到70万剂 但今天美国特别跟台湾友好 宣布捐赠台湾的疫苗达到了75万剂 现场最新的状况 他们正在会见总统蔡英文 马上连线给记者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持续问您掌握松脂部的最新状况 在刚刚稍早7点19分的时候 一架美国C17运输机抵达了松脂部的跑道 那么三位美国参议员从后舱下来之后 接受我国外交部长以及AIT处长 历英节的迎接 那在刚刚稍早 总统蔡英文车队也已经抵达了松脂部的贵宾室 这三位美国参议员带来了好消息 宣布将原赠台湾75万剂的疫苗 而这只是第一批原赠台湾的疫苗 那稍早这一位美国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达克沃斯也在公开发表谈话的时候 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我们带您来看 接着几个期间的讨论 之间的三位美国参议员 我愿意说台湾会收到750,000剂的疫苗 作为第一批准备的疫苗 看我的衣服 有超过10万亿的衣服 从台湾到美国参议员 在最早的期间的疫苗 这就是一种的 by the way if you can't see it it says love from Taiwan so now I say this is love from America in return and we are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making this important announcement on vaccines 麦庭道达克沃斯表示 其实在疫情初期的时候 台湾捐赠了美国的个人的防护措施 美国相当的感谢 那么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援助8000万剂的疫苗给全球 那其中第一批是2500万剂 那在台湾的部分是有75万剂的这个疫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位来到台湾的美国参议员 包含了民主党的昆斯 这个是拜登的好朋友 以及刚刚宣布消息的达克沃斯 以及共和党的苏利文 三位都是长期友台的国会议员 那他们专机抵达松址部之后 其实只停留三个小时 那活动范围只有在松址部的贵宾市 所以总统蔡英文他是亲自来到了松址部的贵宾市 来会晤三位来自美国的好朋友 那蔡英文稍早也已经在里面和三位参议员 来进行闭门的会议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会晤呢 他们短短的停留了三个小时 也带来了这样子原证台湾疫苗的好消息 而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总统蔡英文这也是首次在松址部来接见贵宾 那么这三位国会议员 他们是从南韩的行程特地专程专机来到了台湾 那果然也在台湾宣布了捐赠疫苗的好消息 那么以上是来自松址部的最新状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